五月天在金曲獎拿了六項大獎 堪稱是最大贏家 不過他們在表演的時候呢 因為有一段這個表演當中 LED投射反出這個反核的字樣 也引起大家熱烈的討論 正對這個事件呢 下午五月天出席活動的時候 他們表示金曲獎不是只有娛樂 音樂可以關心 其實音樂還可以關心各個層面的大事 應該說其實我們覺得金曲獎這個機會 其實金曲獎不應該只有服裝 然後只有很多的娛樂話題 我們覺得音樂還是可以關心很多層面 所以我們會盡全力做到 我們能做得最好 應該沒有人要乾杯吧 但是我們大家都自己住 沒有住在一起是真的啦 但是我們都希望每個人都可以 有不一樣方面的發展 就是除了五月天之外 因為大家其實個性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那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現在可以去做很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做的工作 把自己的在五月天之外的其他方面 展現給大家看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機會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都希望 就是當大家做完這些事情 回到五月天 可以讓五月天變得更好 在宜蘭的蘭陽晶